江村爱情系列播出七年了 在江村爱情电奏曲中 很多角色也延续了七年 赵本山饰演的王大娜 从第一部中的客战 到第二部创业发财 一直辉煌到第五部 却在江村爱情电奏曲中 面临破产 一直是顺利最能管闲时的 谢广坤 因为脑袋发病 这次终于要消停了 小沈阳塑造的王天来 胆小懦弱 是个挨特色的强强强 在江村爱情电奏曲里 王天来可不省心 忽悠王大娜去投资 结果被骗 成了师傅破产的 罪悔祸首 据悉在江村爱情